其實這班學生或者示威人士 他的理念我是贊同的 但最大的問題 是真的不應該破壞港鐵的東西 始終港鐵的東西都是指紋使用的 他們去破壞的 有些是根本有沒有必要呢? 例如現在因為新的地鐵站 有很多的升降機 但是你去到一些舊的 升降機只有一部 你還要破壞它的話 那我想問一下 你是不是在剝削一些傷殘人士 一些有需要的人士去使用地鐵站呢? 你不應該將一件事去凌駕了別人的使用權 但是真是殘疾人士平時出入 已經是不方便了 既然有地鐵搭 你還要去破壞它 你是不是剝削一個殘疾人士應有的權利呢? 如果你破壞那些人士沒有效果之餘 就損害了一些比較弱勢的市民 一些走不到的市民 一些很辛苦的市民 要走到很遠去搭電梯 因為他們腳痛 你於心何忍呢? 你們不停去這樣破壞地鐵站 會不會他一天 會將成本轉嫁給我們市民呢? 未來是杜陀蘭秀府的 未來是香港市民 堵路 我是這樣看的 你不要去搞那些交通行動 因為你令到有意外的時間 去累的是累別人 你還要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下 去將你那個表達去宣示出來 我可以想像你放火的 你沒事就沒事 你燒到人就真的有問題 我講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